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节到了 要回家了 我决定把这四天工资和年终奖金全部攒下来 各位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小薇 从今天开始 接替陈娟的位置 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这周小薇的气质和美貌 武之集团秘书处也绰绰有余了 到财务部真的是大财小用了 珊珊 以后她就是你的主管了 你好 我叫薛珊珊 请偷偷指教 别这么说 以后我要麻烦你了 谢谢科长 不客气 谢谢 阿姨 你是青菜人员 她是本科科研究生 我后来去了最佳各大学的公读硕士 听说你考取CPA资格了 那CPA很难考的 你考过多长时间呀 这些东西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 真是越来越不如当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会计事务所啊 陈珊就是考上CPA去事务所的 这个嘛 是集团主动联系我 既然集团这么有诚意 还开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薪资 那你 好啦 快回去工作吧 是集团主动征裁 那应该也不会待这位子太久了吧 很快就会升迁了 CPA是吗 看来不能只是跟老板斗气 我应该斗一下痣 双姨最近这几天不让我去家里 她说家里女客众多 你的脚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还有客人啊 依我看 肯定是老板的妹妹封月小姐 还有那个袁小姐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厉害吧 就是我这猜的了 其实啊员工旅游那天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你之所以跟老板走得那么近 是因为你给老板的妹妹封月小姐鲜过血 因为你们都是稀有的熊猫血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我当雪牛的事呢 什么雪牛不雪牛的 我们都觉得你特别牛 就是 我跟你说 双鱼早就跟我说了 但是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就一直别人没有说 其实珊珊啊 我觉得你人特别好 又善良 而且还不求回报 反正总之就是一件好事啊 对 好人呢一定会有好报的 能多因为这样认识老板一家人 实在是太幸运了 就是 什么幸运啊 也不是我故意一直藏着 只不过这件事关系到 枫月小姐的隐私 我也不好私处张掩 可是 难道你不觉得 这就是你跟老板之间的缘分吗 我怎么觉得 老板对你有着非议般的感觉 你可别瞎说 你可别乱说啊 这要是 传到别人耳朵里 弄得整个办公室都严肥肥肥的 你老板肯定会生气的 不好好 千万不要乱说 我没有乱说 员工旅游那天你迪到坡里面 老板的反应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你想啊 一个大老板 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员工受伤 而那么紧张吗 我们不是还因为你提早结束了行程吗 我又不能告诉阿佳 老板是因为自己捉弄人好玩才会紧张 要真对我不管不顾的 有失老板的风范吗 又还上了啊 这么快啊 小声点 都不好意思了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说恭喜你啊 谢谢 我跟你说啊 这次你可能得抛妇产吧 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 不能像之前那样 那临时着险太吓人了 上次多亏了珊珊呢 这次你也放心吧 我这随时忘记处备着呢 不过 我有一个小要求 什么 求求你了 不要再让我吃猪肝饭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知道了 三位美女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严总 你坐下 坐下 别站起来 什么时候了这个 不好意思 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啊 好 我陪你去 没事吧 您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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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珊珊 钱好点了吗 已经好多了 只要不蹦蹦跳跳的话 就已经不疼了 我刚才听枫叶姐说了 你们的好消息 恭喜你啊 辛苦的是我老婆 她还想说去欧洲呢 她特别喜欢欧洲 我们明月就去了那儿 但是后来不是怀第一胎了吗 现在这计划得搁浅了 这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两年 对啊 我已经跟冯小姐说了 不了解给我送盒饭了 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都是吃什么补什么 你看我面色红了有光泽 再这样吃下去的话 我真的要成猪了 她的事情我管不了 你去跟她说 那我怎么联系冯小姐呀 她去欧洲了 一个月后回来 两位 你们在聊什么呢 那么开心 聊你想去欧洲的事呢 不如我坐完月子之后 咱们一块儿去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快走了啊 好 那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好好养上 哎呀 难道是老板说谎 老板为什么要说谎呢 不会是因为要给我送盒饭吧 还是老板他喜欢我 什么什么 有什么时候回来 不会是明天吧 你不是说一个星期才回来的吗 完了 完了 不会是要被考年中了吧 这些人怎么不让你城里出台呢 好想好点了 小张啊 那个 那个 大老板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大老板今天回来吗 我没有收到消息啊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还好不是今天 算老板还有点人性 小时好多了 就是走路还有点补 站在大厅迎接 站在大厅迎接 怎么想着就有点怪呢 他不至于为了五十七块钱 让我在大厅走台铺吧 嗯 谢谢啊 确定这样可以吗 可以帮你准备轮椅的 不用不用 我看我校都几天了 很快就好了 齐帅 小张 小张 你不是说今天老板不回来吗 还记得他们走路出现啊 是啊 那应该郑总他们先回国了吧 老板身边的人真是不可小觑 老板也许就站在大厅等着我走进去呢 刚刚还要我坐轮椅 那不是要我证明不能站着吗 实在不能信我 嗯 无论如何 我都要用走着进办公大楼 嗯 各位各位 有些紧急情况 好 今天下班以前 我们要重新盘点整理两家子公司的 资产和现金流 麻烦大家了 什么意思啊 国税局查账吗 嗯 大概是吧 上面交代下来的 情况紧急 怎么想这个时候忙都忙死了 累死了 抽查就是要来的促其不易 好 动起来吧 动起来啊 好 动起来 好 动起来 不是鱼查账 是整个集团得查吗 这么大动作 连我这个小财务助理也知道不简单 好 回去吧 好 回去吧 尤其是在老板不嫁的时候 对呀 老板怎么定单在这个时候不在呢 小的店给您看一下啊 好的 好 走 沈山 这些资料你拿去付一份 好的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的 我可以的 就是动作缓慢一点 那你自己小心点 周小贵是新来的 他还不知道 深深的靠山是老板呢 假如他那样子还真有主人样 人家不是说了吗 是集团找他 集团谁找他还不知道呢 说不定啊又是那个高层 别人多说 赶紧工作